中央研究院是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 以研究带动社会进步 让未来更美好 本院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设立全球性的学术研究合作据点 我们培育人才 办理国际研究升学程 并设置世界级讲座 我们定期召开院士会议和评议会 为国家仇意学术研究与科学政策方向 自1928年创立至今 成为拥有31个研究所及中心 8000多名员工的世界级研究机构 飞升国际的学术殿堂 中央研究院以研究领域可分为生命科学 数理科学、人文及社会科学三大学组 积极地进行跨领域合作研究 结合了尖端技术 在生物医学、神经科学、植物农学、生物多样性与演化等领域 都创造出突破性的科研价值 在转移医学领域 对病人在用药前进行基因筛检 可以降低要害风险 找出疾病、致病基因 也是未来精准医学不可或缺的基础 在糖生物学方面 利用糖类合成技术 开发糖分子疫苗、糖晶片等 帮助疾病治疗与检测 以促进人类健康为我们的目标 为了维系粮食安全与生物多样性 我们深入研究植物与农作物如何因应气候变迁 进行跨领域的难导研究 也提出对生态保育的政策建言 本院长期投入理论科学 奈米科技关键材料 资料科学环境永续 天文物理等尖端基础与应用研究 持续为增加人类知识与改善环境而努力 我们参与新建史上最大的地面望远镜 阿塔卡玛大型毫米及次毫米坡阵列 获得多项关键性的科学突破 并主导格林兰望远镜的设置 可望取得超大质量黑洞影像 未来发展备受国际瞩目 我们建立设置台湾宽屏地震观测网 除了在南海地震观测以及研究上取得先机 也在地震研究及防灾预警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并致力于空气污染与大气化学的研究 积极研发再生能源及开发人工智慧 以改善人类生活品质为己任 此外更透过跨学科研究 在多元文化、历史语言、经济社会、法律制度和区域与国际关系等领域 陆续展现可观的研究成果 本院举办的国际汉学会议 为当今国际汉学研究领域中最受瞩目的学术论坛 孕育出具备全球格局的人文研究 并借由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 计划执行成果 建构出台湾社会长期变迁的图像 也兼顾东亚地区特色及全球化脉动 我们持续深耕原住民领域 借由跨领域的视角进行更深广的研究 并定期举办各类展览 中央研究院不但是基础研究的最高研究机构 也是国家实验室以及政府的建言者 我们肩负着国家赋予的重任 要将台湾的学术研究带向国际水准 提供无界面的学术合作机会 鼓励创新发想 深耕基础研究 打造一流的环境 积极参与跨国合作计划 并协助政府推动国家生计研究园区 设置南部院区 借由群聚效应带动我国学术发展 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 我们鼓励研究人员 挑战科学与社会上的关键问题 勇于提出创新突破的研究方案 对国家社会发挥实际的贡献 希望透过多元的科普推广活动 启发台湾新生代对知识的追求 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 未来 本院将持续以学术知识 促进人类永续发展为目标 聚焦于种植不重量的创新研究 我们不但追求卓越尖锋的研究成果 也致力于整体研究能量的提升 带领台湾迈向学术顶尖 更带着对人文及社会的关怀 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